好了 今天的扫黑最前线 我们来看一个震撼的攻坚现场 围捕的对象是一名 持有枪械毒品的危险人物 他在七天之前开枪拒捕 打伤了一名援警之后他跑掉了 甚至还嚣张地放话 他说谁敢抓他 他就杀谁 警方知道这个人他是枪不离身 而且随时是上堂的 所以在确定他躲在苗栗的这个民宅之后 就决定一旦破门 要马上投掷震撼弹 让他一点反击的时间都没有 终于顺利将他逮捕归案 而事实上警方每一次攻坚围捕 都非常危险 但至少这种危险人是可以预期 你是可以做好准备的 反倒是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在街头上面巡逻 因为通常你会靠这个巡察对象 非常接近 如果对方突然拿刀攻击你 这个警察 他是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破门投下震撼弹 巨大爆裂声响 警方大阵仗强力威吓 因为屋内是枪击远警后 带枪逃逸的高危险通气犯白猪 屋内烟雾弥漫搜出该造手枪 终于逮到人 回复11日在新竹工业区 新竹警方盘查他的车 警匪深夜当街枪战 但白猪开枪打上一名远警后 拔腿狂奔从暗向逃逸无踪 白猪姓何46岁 他因毒品枪炮案被通气 桃园警方追着他跨侠到新竹 还是让他跑了 各地警方锁定他 逃了7天枪不离身 最后在苗里浪费落网 这身远警透露 他是药国的常识用毒品 对于改枪颇有研究 常在道上炫耀自己改枪技术 而且高兴凶残 甚至曾呛下 要对逮捕他的远警不利 放话谁来抓我就杀谁 常有这样的恶徒 对于远警威胁 底线远警值钱风险相当高 我们就是发现 他的行为有意才要揽下 所以这几率是高的 近距离我们反而怕的不是枪 而是倒 统计近年来 远警因公死伤数据 2015年847人 之后人数持续攀升 2017年超过了900人 2022年受伤的人下降到757人 但因公死亡的有6人 殉职的也有2人 而警方最怕的是 无预期遇上近身攻击 4月在板桥就发生 远警取地违规抽烟 就遭通气犯吃刀刺向胸口 救护操 放钱拿刀 别人 救护操 救护操 远警胸口30公分刀伤 用尽所有力气求救 原本只是取地 却呈杀警未遂案 2016年也有一起砍警案 引发社会共愤 远警开围庭罚单 遭曾夺下东亚院金牌的厨师 吴志展 当街挥刀狂砍 远警身中13刀插点夺命 警察执勤如此高风险 那谁来保护警察 最好是预先 比如说设定好 要出勤就要戴防弹衣 还有携带枪线 就怕执勤遇上万一 虽然连年远警受伤数字 持续下降 但机枪远警还是担心 执勤过程不够安全 政府持续设法加强装备 希望当远警后盾 减少远警受伤状况 本身本将新疆 徐一辰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